这毕竟是一个比赛 参加了这个比赛就应该遵守这个比赛的规则 参加了这个比赛,参加了这个比赛 参加了这个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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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决密室 对决密室 来 我们先让李一峰做选择 我选择卫兵 卫兵 请亮台 十号王涛得一票 王涛请选择 我选择张晓晨 张晓晨 请亮台 三号李一峰 一平一平 李一峰再次选择 我选择中台 中台 请亮台 四号王涛一比二 王涛在这边 我选择向顶 向顶 请亮台 四号王涛一比三 所以这一本王涛选择 李一峰暂时落败 请亮台 我先准备 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 那现在呢我们有三位带定的选手 他们当中有一个淘汰候选人即将产生 首先又请我们的主评室 成为我们的第一位带定选择 李一峰 张念飞一暂时安全了 请准备这样的比赛 没什么 李一峰其实已经经历过一次淘汰了 在成都赛区 是被复活回来的选手 所以此时此刻站在这里 又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 有怎么样的感受 也没什么很特别的感受 其实 我就觉得 我还年轻我还小 我还有很多机会 我希望把大家的支持 都多给我的这么多哥哥们 谢谢 我还年轻 谢谢 胡金江有什么话跟我们说 为自己拉拉票吧 好的 谢谢我们的两位选手 都各自为自己拉拉票 广告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以后 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学生 一个男孩子 我觉得我今天能走到 今天这个地步 我就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荣幸 所以我觉得 应该把更多的机会 给我 比我年长的哥哥们 我还年轻 我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我觉得 电视机键和现在现场的人 支持我的人 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支持我的想法 然后 我会 像王小帅老师说的一样 我应该到学校 多充实一下自己 多学一些东西 然后重新回到这个舞台 我想我应该会更棒的 谢谢 好 谢谢林玉峰 最终还是 林玉峰 开学张 好 刚才 刚才张导演说的 原来的普通 能力要展现的东西 这个时候一定要展现出来 这个时候很可能 哎呀 坏 林玉峰 非常的年轻 导演组的很多人都跟我们说 林玉峰就好像一个白纸一样的单纯 那刚才你一直在说 你觉得自己很多的机会 所以希望把这个舞台留给你的哥哥们 那你自己在这个舞台上学到了什么 留到我什么 我最大的就是得到了这么多人的支持 还有认识了我的好大哥王涛 然后真的我希望把这个机会给肖河伟 然后我真的会支持我的人可能会觉得会不理解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尊重我的决定 然后 小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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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易峰的话你想说什么 易峰 我就不需要才艺来帮我拉票 我真的 我就想很想说的就是感谢支持我的 还有今天来到现场 还有在电视机前观看我比赛支持我的朋友们 还有就是 我还是那句话 我希望把这个舞台留给肖河伟 然后 李一峰 李一峰 我想你的心意 你的兄弟们都理解了 但是请你尊重比赛尊重对手 所以 这三十秒钟是给你的 为自己拉票进行才艺表演 来 先唱 先唱一首 你不在 你不在 但我继续要爱 你却不在 我记得带上独白的男孩 你不在 你的 要心还是悲哀 你都不在 你都不在 我手把伤在偷偷好起来 但你不在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李一峰 其实 学习和成长不一定是在校园里面完成的 有时候人生就是一个大学堂 我们这个舞台也一样是 我想在 李一峰和肖后卫都已经演唱完了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今天这个成都加油站 每一个选手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 实力都相当的平均 我想当我们的评审 我们的王子评审 以及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当你要在这两个人当中做出选择的话 确实像小衰的电影一样 左右为难 我们很难做到左右逢源 好 那现在呢 我想这个选择还是要做出来 这些的观众朋友 轻轻一动手 您就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请您发短信支持我们的这两位选手 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我们 美特斯方位加油好 那儿成都超级加油站 六进五总决赛的现场 肖和为 我们很快就 是万千少女的偶像 然后他在舞台上很全面 唱歌跳舞的什么都会 所以我觉得 他非常优秀 我不知道就是 怎么会这么残酷 然后李一峰 我觉得你不可以撒谎 因为我们说过 要不就一起放弃 要不就一起坚持 但是你今天再放弃 我特别难过 相信自己 李一峰 我跟你一样大 我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 那我请你勇敢一些 站在这里 就像个好男孩 知道吗 肖和为 对于肖和为来说 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去年这个时候 他在一个海拔很高的地方 经历了一次生死的 然后我们趁着雪停的两天 我们上了山 再海拔六千多公斤 他有经历了以后 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二位的最终的得票数 三号 李一峰 他的最终得票是 四万九千零二十一票 肖和为淘汰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 你们有机会继续战斗下去 那么我们在五位当中的选出两位冠军 获取之后 这一次的国民对非 这个同样要为冠军之战一起拉拉票 我先想说 孝富威 你其实并没有走 真的 你记得你答应过 你教我跳舞 你忘了 继续好好表现 王涛 应该退出比赛了 因为我觉得我拿到我自己要的 就是展示完了 主导 如果不是主导在后台跟我拉钩 说你不要在台上说放弃 王涛 我觉得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王涛你是带着使命来的 我知道你准备了 无手裙子 接下来你能够在这儿战一场 你就要把它当成一场你的独奏乐会 是吗 很多人都在看着你 包括你的那位老师 因为他在你的眼睛里看到坚定 而不是欲望 其实呢 一路走来 我觉得王涛是这样的一些 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战将 同时他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女朋友 但是尽管他们有质疑 有疑问 但是他们的心跟他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个人也来到我们的现场 要为他鼓劲加油 我们有请世界体操冠军 优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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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意飞到上海 运行 那时候选跟我通了差不多 他是一个优秀的老师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 所以我也为他的梦想而感动 所以我觉得既然来到这个战场了 就应该全力的走好 今天我到这里 因为之前一直有这场比赛 不会让我们之间有任何的不好的影响 然后我为你现在这个战场上 我为你感到骄傲 同时其实 所有的胜利 其实都要加油 也不代表是成功 加油 加油 有什么好意思 今天在后台 我刚刚上场之前 我就看见他那化妆 然后我40天没有见学了 但是他刚刚说的第一句话是 因为我岁数最大 然后 但是我会 来 学二 给 你们平时 是怎么样来互相表达的 王道士 我是个特别不浪漫的人 我除了吹黑管 其他什么都不会了 你的黑管呢 你的最忠实的朋友呢 我黑管已经收了 就是因为乐器比较贵 如果有比赛完我已经收起来了 这样观众朋友我提议啊 今天非常好的机会啊 那这要留 谢谢 谢谢 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啊 就是全国的观众都知道 我们俩唱歌最差 好 好 来 不愿放开你的身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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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是我们的面前晚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